山居秋明 尽管师父王维一直给人留下一种超凡脱俗的印象 但年轻时的他也曾经非常世俗的想要踏入官场 想当年为了获得一封玉珍公主的科举考试推荐信 王维不惜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乐手 混入表演之中 凭借自己多年来的乐手 凭倩苦练的秦义果然一鸣惊人了一把 接下来在公主的单独会见之中 他更是趁机将自己准备多时的诗作画卷一一献上 惹得公主连连称赞 果然最后成功拿下了推荐信 顺利考中了进士 风光踏入了官场 但谁料刚走进那旁人羡慕不已的官场 王维就发现他分明是个到处暗藏杀机的战场 自己今天刚刚被皇帝表扬了一番 明天就必然会有嫉妒者去诽谤自己一通 到处是尔虞我诈的喧嚣 让一心耗尽的王维怎能一直忍受 四十岁以后 王维终于淡出了官场 在中南山下隐居起来 诗作《山居秋明》 就是这段宁静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提名为《山居秋明》 名右边的名字是幽暗之译 名字就表示太阳幽暗 就是傍晚的意思了 所以诗题就是指秋天傍晚的山居生活 山中的窃益生活过得飞快 仿佛昨天还是花草风暴的春景 今天就变成了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的模样 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过一场新雨 天色江湾之时 有了一股初秋的凉意 王维任凭自己的衣襟 在凉风中飘荡 不知不觉就看到了秋月爬上夜空 明月松尖照 清泉池上流 明亮的月光在松林间照耀 将银灰洒满了山泉之中 而清泪的泉水则在山池上 冰冬流淌 正将这清泉奏鸣的乐曲听得入神 耳畔却闯入了一片欢声笑语 看来是朱宣归幻女 宣是指声音杂乱的大声说话 幻则是喜的意思 幻女就是洗衣服的女子了 喜喜喜喜哈哈哈哈哈哈 从竹林间传来了杂乱的说话声 原来是洗弯衣服的女孩子们接万归来了 那爽朗的笑声逗得竹林都笑叉了气 这时一旁的莲花也莫名晃动起来 想必是联动下渔舟 下指的是顺流而下 莲花晃动几下 便看到渔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满载而归 渔夫将快乐写到了脸上唱进了歌里 一切都是这么宜然自得 而王为又何尝不陶醉其中呢 最后还道出了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的心里话 随意是指任平 歇原指休息 在这里只带草木凋零 王孙本来是指王公贵族的子孙 在这里只带王为自己 任平春天那些方向的草木凋零就凋零吧 我自可以长久的留住在这里 即便秋风正带走山中的绿叶 秋雨正在凋谢山林中的花朵 王为却毫不在意 他只关注于用文字去描绘 空山新语 明月松坚 清泉时尚 竹轩幻女 联动于舟 一幅幅秀丽的秋景图 能够让一首诗歌如此诗中有话 看来那句王孙自可留 绝不只是随口一说 而是王为远离官场后的肺腑之言啊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幻女 联动下雨舟 随意春芳西 自这边的心漏了 明月联明 小水